美抓捕F22和F35战机 中共间谍美要求加拿大引渡中共抓家公民做筹码 一宗间谍案揭示中共盗窃美知识产权内幕 下,美国近日成功地从比利时引渡了一名中共间谍 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商业间谍的关注 美国月刊杂志连线 Wild10月11日发表长篇调查文章 详细披露了两年前因窃取美国C17或GG密 而被美国从加拿大引渡回美的苏宾及其案子的完整细节 美国近日成功地从比利时引渡一名中共间谍 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商业间谍的关注 美国月刊杂志连线 Wild10月11日发表长篇调查文章 详细披露了两年前因窃取美国C17或GG密 而被美国从加拿大引渡回美的苏宾及其案子的完整细节 连线杂志通过大量的采访和调查 除了详尽曝光了苏宾 如何与中共军方的两名黑客配合 试图规避美国追踪到取美国C17运输机的大量数据 以及F22猛型和F35战斗机的部分文件外 还讲述了美国如何通过苏宾的案子 暂时遏制了中共的网络倒谢行为此外 连线还披露在苏宾被抓后中共国安 如何将生活在中国的 与苏宾复不相识的加拿大公民高凯文夫妇 Kevin and Julia Garrett 抓捕并企图以他们作为筹码迫使加拿大拒绝美国引渡苏宾的要求 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苏宾中共抓家国公民做筹码 2014年晚春当时任助理司法部 长德卡林和时任司法部检察官的袭击 一起坐在匹兹堡机场的时候 FBI已经搜集好了所有起诉苏宾所需要的材料 此时正值美国司法部发布 针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新发现 为了真正逮捕苏宾 FBI需要加拿大当局的合作 当时的时机对处理此案很有利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 报道大约在FBI要求加拿大皇家骑警 帮助拘留苏宾的同时 加拿大也正在应对中共政府 自助的黑客的大规模攻击 这些黑客已经渗透到加拿大的国家研究理事会的网络 该理事会领导加拿大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中共否认了这一指控 在这个大背景下 加拿大政府愿意在苏宾的案子上配合美国 2014年6月调查团队了解到苏宾打算离开加拿大回到中国 虽然没人知道他会离开多长时间 但加拿大政府决定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在苏宾预定行程的前几天 加政府将其抓捕 而中共立即就知道了其最有价值的情报资产已经被抓 随着苏宾准备首次出庭 中共很快就决定向加拿大发出一条不那么微妙的信息 为了让加拿大三思而后行 以阻止苏宾被引渡到美国中共国安部策划 了抓捕加拿大公民高凯文夫妇的阴谋 高凯文夫妇在中国生活了30年 根据Trip Advisor的说法 这对夫妇50多岁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开了家人气很旺 名叫Peter S. Coffee House的咖啡店 20世纪80年代高凯文夫妇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担任英语教师多年来 他们曾在6个不同的中国城市居住养育了4个孩子 最后他们在丹东定居在那里 他们向朝鲜人提供援助和食品支持那里的孤儿院 并在丹东周边做一工在丹东 他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社交网 因此当他们被一位朋友的熟人邀请出去吃饭时 他们都没有感到奇怪朋友的熟人 想要从高凯文那里获得些建议 即如何能够让女儿申请 到加拿大的大学这个饭局 发生在2014年8月4日 饭局本身是正式的 但并不罕见晚餐后高凯文夫妇乘电梯 吓到宾馆大厅内门一打开就发现灯光明亮 接着他们看见一群拿着摄像机的人夫妇两人 最初以为他们偶然撞进了一个派对 或许是一个婚礼 但并非如此 上来了几名男子将夫妇两人抓住并将他们分开 然后推散着他们朝着已经准备好的汽车走去一切 都发生的那么快 没有任何原因 当他们被汽车拉走时 两人从未想到 这是他们在今后三个月内的最后一次见面 直到两人进了警察局 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陷入了麻烦 后来 这对夫妇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被拘留 在他们被拘留之前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住在加拿大 名字叫苏宾的华人被拘留后 高凯文夫妇发现他们陷入中共的司法系统经常被审讯 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应该向中共承认些什么 他们的家人聘请了一位在北京工作了近20年的美国律师 资默曼 James Zimmerman资默曼开始将这对夫妇的案子 与苏宾的案子联系起来 该律师意识到 中共政府正在对高凯文所进行的指控和美国对苏宾的指控极其相似 中共外交部告诉纽约时报 说高凯文夫妇正被调查 涉嫌窃取与中国中共军事目标和重要国防研究项目相关的情报 从事威胁中共国家安全的活动 字默曼律师指出 中共用来指控高凯文的证据 主要是他在公共场所拍摄的一些相当不起眼的照片和录像 比如在天安门广场录下士兵升旗的情形 该律师还说中共所谓正当程序与大多数西方司法体系 不同他几个月都在与中共外交部 商务部和加拿大使馆官员的会晤之间 来回穿梭姆曼说他的目标是向中方表明 这个案子对中共来说并不好因为缺乏证据 有可能会引发公众的反弹连线 杂志说任何监控中共网络盗窃的人 都会注意到苏斌的被抓 对于遏制中共网络盗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自从2014年中期以来 我们看到中国共团体对美国和其他 25个国家实体的整体入侵活动明显下降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Firewire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 而高凯文夫妇成为苏斌被抓事件的受害者 2015年8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文章警告 说美国政府正准备针对中共黑客进行制裁 美国方面的警告 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引发了中共的注意 北京派出了一个大型高级代表团访问 华盛顿双方进行了紧张的谈判 就在中共代表团临回国前双方制定了一份协议 等双方领导人会面时签署 几天之后也就是2015年9月25日 奥巴马与习近平进行了私下会面 奥巴马宣布双方达成共识 并同意不进行或支持网络盗窃知识产权 商业机密或其他有利于商业利益的信息 美国之音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政府从来不承认对其他国家进行了任何网络入侵 但却在2015年与奥巴马政府达成协议 同意不向对方实施网络渗透 以获取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 美国情报官员最近表示 在协议生效后的很短一段时期 内北京的确减少了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渗透 但很快又恢复了这些行为 高凯文夫妇和苏斌的案子仍未解决高 凯文的妻子被保释 但仍需待在中国 在2016年1月中共政府宣布将9间谍活动对高凯文进行审判 中共官媒新华社当时报道 说中共当局发现了证据 表明高凯文接受来自加拿大间谍机构的任务 在中国收集情报 但在幕后 中共承认这些指控是荒谬的高凯文的律师 自默曼告诉纽约时报说 中方明确表示高凯文案的目的就是用来向加拿大施压 以阻止将苏斌引渡到美国 但在2016年2月苏斌本人放弃了对引渡的抵制 决定去美国接受指控他的律师 后来告诉美国法院苏斌知道他的引渡程序 可能比他在美国监狱服刑的时间更长 FBI特工于是飞网了温哥华 将苏斌押回美国苏斌 于2016年3月认罪 他的长达35页的协议 或许是有史以来公开发布的 有关中共间谍设备的最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我们第一次取得这样的成功 FBI官员瓦莱斯说 苏斌拒绝公开发表言论 法官宣布判处他46个月有期徒刑 以及1万美元罚款苏斌 当时说我无话可说 更据讽刺意味的是在苏斌决定放弃对引渡的抵制之后 中共对高凯文夫妇的指控也迅速破灭 高的妻子能够在2016年5月离开中国 而他本人在当年9月被释放 尽管他不得不支付了近2万美元的罚款 中共估计重演窃取美国信息 国安部便主要力量中共最终 还是没有遵守2015年中美达成的协议 今年春天 FBI局长雷克里斯特弗瑞公开表示 网络安全界人士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 发现中共已经顾忌重演 再次侵入美国计算机系统 并大规模窃取信息 没有哪个国家的黑客行为能达到与中共接近的水平雷 在3月份告诉NBC新闻说 川普总统近期告诉路透社 说我们正在谈论重大损失 我们正在谈论你甚至没想过的数字 网络安全公司Cloudstrike的联合创始人阿尔佩罗维奇 Dmitriopovich 说在过去的一年半里 网络盗窃的数量大幅增加川普与中共打贸易战 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对中共多年来猖狂的盗窃知识产权的一种惩罚方式 经过多年不成功的美中对话 美国正采取行动对抗中国中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写道在2005年至2014年 中共网络盗窃运动背后的主要力量 是中共军队近两年来中共国安部已经介入 并成为中共网络盗窃新的中央办公室 网络安全公司Cloudstrike的联合创始人阿尔佩罗维奇 透露中共军队已经大幅后退 而国安部及其附属承包商已经填补了这一控板阿尔佩罗维奇 指出这些与国安部有关的心 黑客比中共部队更加老练 他们下大力气 找出如何把盗窃做得更加隐秘的办法 因为没有中共黑客想要像之前的那五个中共军队人员那样出现在FBI的通缉 海报上扩展阅读中共偷美C17或GG密层层层黑幕触目艰辛 掩盖行踪擅长架祸第三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